公管国小112年数位学习生耕计划 要让孩子进行在地产业的研究 运用新兴科技协助在地农特产的行销 在课程中,我们透过统计社区家长的职业类别 观察在地农业的运作方式 了解在地农产的产销状况 从孩子的课程体验中了解在地产业的困境 孩子们利用市场调查工作体验 以及生产履历的制作 并且实际进入小农市集来进行销售活动 我们希望透过课程 持续推动数位生耕以及跨领域的学习 并且来回应SDGs2消除饥饿 以及食饿的负责任的消费与生态的目标 让孩子们能够学会主动探究 解决问题 并学会独立思考与团队合作 能够成为未来世界公民所具备的各项素养 这是我们这次数位生耕学习计划 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接下来是我们的课程设计 课程模组兼领域相互配合 教师相互资源 以最佳效率来完成 课程结束配置 三个模组总计42节课 模组一 从家乡的产业出发去探究问题 体验农夫的一天 透过身体例行 了解家乡农民的生活 分析并汇整申请标章的相关资料 模组二 小朋友在学校的农地种植水菜 并设计问卷 调查卖场消费者 在购买农产品时的考量因素 最后分析和提出 可以让人安心购买标章的内容计划 模组三 带小朋友实际走入小农市集 调查市集消费者的购买考量 并将调查结果 分析并制作出安心Code植物履历 最后再度进入市集 去贩售学校农地种植的蔬菜 检视课程学习成果 在课程实施和进度的部分 模组一 社会语文健康资讯 皆已完成百分之百 整体进度已完成百分之百 模组二 自然社会健康及资讯 皆已完成百分之百 整体进度是百分之百 模组三 社会课程已完成百分之七十五 科技资讯及艺术课程皆已完成百分之百 所以模组三整体的进度是百分之八十七 学生们到在地农产销售市场踏查 透过屏东市农会主任的介绍 让我们更了解市场的运作 而学生家长除了于凌晨三点钟协助接送外 在进行小农市集贩售体验活动时 还提供了自己栽种的玉米及青芒果 让学生销售 运用在地资源与家长的配合 顺利完成许多课程的内容 我们去陈国展的时候 我觉得我一开始都没有办法向民众去表达 去解释我们这次陈国展的内容 但是越到后来我越可以比较自然的 去和民众发表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中间有一段时间 就是那一个有一个叔叔 他是讲台语的 但是因为我比较不会台语 所以我比较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跟他解释 但是后来我有请教老师 教老师来跟他做一些解释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还想跟同学一起去台北成国展 在学习评量与成效的部分 与强调真实情境问题 与跨领域的两个要素下 我们设计了模组一课程的 两个素养导向试题 希望能培养出跨领域整合的学习成效 除了在室内进行操作性的评量外 根据不同课程性质与评分的专业性 会邀请专家进行评量 经过一个学期的课程实施后 与过往的表现比较起来 发现学生在主动协助同侪 与小组团队合作上有明显的进步 主动协助同侪 而目前可以发现 学生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后 会主动关心或协助尚未完成任务的同学 让整体上课效率变高 小组团队合作 透过线上云端工作 以及教师的小组讨论流程模式 学生从一开始的兵荒马乱 及不着边际的闲聊 到现在能在老师的一生 开始讨论下 迅速进行讨论与记录的分工 并能在线上工作的文件上 完成各组的资料汇整 展现小组成员都是重要的意见提供者 与完成任务的好伙伴 我们的团队形成于一群喜爱设计创新课程的热血教师 行政资源方面 由人员佐校长及教务主任刘松浩 来负责协调整合各处市的资源 团队由教学组长林慧如担任计划主持人 搭配郑凯安及李云峰老师 进行跨领域课程的教学与实作 邀请林志龙教授担任辅导教授 提供计划相关业务方面的咨询 教授与其专业来指导本校团队数位学习相关智能 团队的运作透过规划、实施、检合、行动的滚动修订模式来进行 在推广与其他部分 今年本校在校内推广的部分 已于另外两个同年级的班级推广 模组一云端工作练习课程 办理三场跨校研习 一场公开观课活动 并至高雄人舞国小进行校技交流 在社群媒体推广的部分 我们定期将数位生跟课程活动 在学校的粉丝专业与全校家长师生分享 同时也获得热烈的回响 校外推广的部分 已分别至两所合作学校进行16堂VR360 校园植物地图课程 112年度课程实施困难 模组3课程的实施 需至小农士及进行消费者的购买需求调查 并以调查结果进行安心购买履历QR Code的制作 最后的课程内容是 再次进入小农士及验证完成的作品 是否能帮助小农增加收益 然而小农士及的摆摊时间通常在周末 时常与家庭活动冲突 学生难以配合 另外随时间的推移 不同蔬菜适合种植的季节不同 从模组2进入模组3时 学生于模组2栽种体验的蔬菜 已不适合于模组3活动前栽种采收 在贩售时 栽种时的记录就无法使用了 学生经过数位生根跨领域整合课程的学习历程 除了能觉察问题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外 还能感受做中学的乐趣 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成长 正是体现教学相长的共好精神 感谢教授们的指导与全体学生的配合 让公管国小数位生根团队持续的生根茁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